健康其实通呢 我们是用科学的方法 带大家做实验来找答案 你可以在这个 FB健康2.0 或者郑凯云上面留言 问我们问题 就有人问了 那么这些橘子汽水等等 它是维生素C 还是说是色素 到底要怎么样来分辨 只要一张餐巾纸就可以知道 橘子汽水的颜色真的好鲜艳 那么有人说橘子汽水好鲜艳 用餐巾纸 白色的餐巾纸 是不是就可以让它现行呢 老师这餐巾纸有这么厉害吗 因为会这样说的人呢 是因为餐巾纸呢 它有个所谓的吸附作用 那它是想说 藉由所谓的人工色素 跟食用色素呢 它的孔隙大小不同 所以藉由它吸附力大小不同呢 想要看一下说 它过滤之后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OK 那我们就开始来做实验吧 首先这个是市售的橘子汽水 来 我把它倒出来 还有这个 是老师先要来做实验之前 早上自己打的 非常的感人 好 来 另外这一杯 老师也放了烧杯 我们是要做什么呢 那我们就想说 我们就是用所谓的 一般外面可以买来到的 黄色五号的食用色素 那跟他们做一样的实验 好 试试看 待会就是要浸泡 你的餐巾纸 好 很明显的 颜色非常的鲜艳 那么这边有我们用色素调的 市面上卖的 那么这个是老师自己现打的果汁 我们就要来做实验 餐巾纸怎么做 那基本上呢 我们就是只要把餐巾纸 整坨的把它放到这里面 那当然一张假设 它的效果不是很好的话 那我们可以再多放个两张 是要让餐巾纸 吸掉颜色的意思吗 那当然因为我们今天的水溶液的量呢 假设要整个把它弄到满的话 那个餐巾纸可能会用很多 那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只要先放个四张 都放四张吗 对 然后让我们知道说 它整个吸附力的颜色呢 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效果 就可以了 所以每个容易都放四张 来 这边也是 原来我们家里头的餐巾纸 有这个 哇 你看 这个是汽水吧 果然有气泡跑出来了 那我们待会先做第一部分 是想说看一下说餐巾纸呢 它有某种程度的效果 那我们待会假如想要 让它效果更好的话 我们待会可以再试试看第二种 活性碳对 我先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黑乌乌的活性碳 因为像家里头要过滤水 也都是用活性碳 我们待会就要用 这一个东西来测试 我们现在看餐巾纸的结果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当我们餐巾纸在捞起来的时候呢 其实这样不光是它水溶液 它整个 它整个卫生纸的一个部分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来 你看 如果这个新鲜果汁 我现在拿起来这个 你看 这个还是白的耶 这样非常明显有没有 它吸附颜色能力就比较差 因为它是新鲜果汁 它不是用色素条的 这个是市售的橘子汽水 所以是比较黄 那么另外来看 这是我们直接用色素条的 这三个颜色 其实从镜面上 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 是的 所以橘子汽水里头 到底有没有橘子汁 可能有加一点点 但是还是要三丝 让小朋友使用的时候 还是要三丝 除了用这个餐巾纸来试验之外 老师刚刚提到的 活性碳的部分 对 好 那我们现在又跟刚才的步骤 是一样的 我们已经把三个 不同的色素都做好了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是 在这三杯色素里面 加入了所谓的活性碳的效果 那我现在再折的是绿子 那因为那个活性碳过滤之后 可以藉由绿子 把它颗粒大小 把它分离出来 所以我现在就在这三个 加很亮的活性碳 那活性碳 那表面的颜色是非常地黑 跟我们的碳粉是一样 那其他大概加个一匙左右 我就要搅拌它吗 好 那我先把它都加得亮 老师三杯都已经 看起来一模模一样样 非常的黑 接下来的实验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借由 活性碳它吸附色素的能力 我们待会要把 譬如说第一杯 我们就先把它整个 加好活性碳的水溶液 把它倒在这个水溶液 那因为它整个过滤 会需要一些时间 所以我们待会可以 稍微看一下说 它过滤之后的液体 有个澄清透明度的不同 大概就可以知道它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这个已经让我有点 吓一跳了耶 大家看到没有 最旁边这个 它已经全部都变成透明的 所以老师这代表什么 代表它里面加的 就是色素的关系吗 应该是这样讲 其实上不管是人工色素 或者是实用色素 它碰到活性碳的时候 它都有所谓的吸附的效果 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要做的 一件事情就是说 想要看一下说它不同的色素 它吸附能力大小的不同 OK 好 那这个是市售的橘子汽水 它滴下来有一点点的浅黄色 那么我们再来看 新鲜现打的柳橙汁好了 因为它的孔隙比较多的 就是它的纤维比较粗一点点 它几乎是完全 目前看起来是滴不下来 所以从这样的实验 大家就可以知道 一张餐巾纸 或者家里头有活性碳的滤水器的话 就可以做相关的实验了 大家别忘了 喝果汁是为了什么 为了健康吧 不是为了喝色素吧 所以到底要喝色素的 还是新鲜的就让自己来做聪明的选择咯 健康即时通 即时通健康 有任何的问题 上FB健康2.0的FB网站 或者郑凯云粉丝团 都可以帮你找专家解答 does it ост Spring 1茫 终健康 2茫 0 1茫 2茫 终健康 4茫 1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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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